Hello,大家好,我是小路老师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新概念第二册的第13课的内容 叫做The Greenwood Boys 那讲的呢,就是这个Greenwood Boys呢 是一个乐队的组合叫做与民少年 那是一个关于pop music,有些音乐方面的一个课文 那么在视频的第二部分呢 给大家准备了这个Today's Vocab的环节 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在谈到音乐或者一些歌曲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一些表达 那我们先来学习第13课的内容 那么我们来学习13课之前呢 先来看一下13课的一些重点的单词 那第一个呢,是Group Group呢,是指的这个小组团体 比如说一组人,a group of people,对吧 还有这个Pop singer呢,是指的流行歌手Pop singer 这个Pop其实就是从这个popular流行的 从这来的 所以popular music就是pop music 然后呢,像club的话呢,就是俱乐部 club,还有performance,演出 那这个perform本身做动词的话呢,就是指的表演的意思 perform So performance呢,就是它的名词了 那occasion表示场合,occasion 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些单词 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些单词 group,group,pop singer,pop singer,club,club,club,performance,performance,occasion,occasion 那么在发这个occasion这个音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绿林少年,是一个流行歌曲演唱团,pop singers 对吧,像现在的exo之类的,ok At present,they are visiting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那目前呢,他们正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演出 那at present,接下来就是目前此时的意思 at present,they are visiting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他们呢,在这个,在每一个地方就是,拜访每一个地方 就相当于巡回演出的意思,对吧 visiting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y will be arriving here tomorrow 就说他们预期呢,明天要来 那其实这个they will be arriving here tomorrow呢 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语法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 就是将来进行是一般情况下 比较大的是一个预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好,再来看一下啊 they will be coming by train and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town will be meeting them at the station 那这个呢,也是将来进行时了 对吧,那讲的是什么呢 they will be coming by train 就是说他们乘这个火车来 然后呢,看一下啊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town will be meeting them at the station 就是说镇上的大部分年轻人呢 就会到这个车站来迎接他们 will be meeting them 见面的意思 at the station 在这个车站 and tomorrow evening they will be singing at the workers club 就是说明天晚上呢 他们在这个工人俱乐部演出 好,然后呢 the greenwood boys will be staying for five days 就是说他们呢 要在这个地方逗留五天的意思 will be staying for five days and during this time 就是说在这个期间 they will give five performances 他们呢,会演出五场的意思 那么给出五个演出 就是说will give five performances give performances 接下来 就是说有五场演出 as usual 接下来 as呢就是像什么什么的意思 as usual呢 就像往常一样 因为usually是同场的意思 对吧 as usual呢 跟往常一样 the police will have a difficult time 警察的日子呢不好过 为什么呢 they will be trying to keep order 所以keep order 就是维持秩序的意思 他们会试着去 这个维持秩序 it is always the same on these occasions 就是说每逢这种场合 情况都是一样的 it is always the same 就是说一般都是一样的 the same on these occasions 就是说在这样的场合 所以大家要记下来 occasion的用法 对吧 像occasion本身呢 是指的场合的意思 那么在这些场合 我们就可以说 on these occasions 用on这个接词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内容的介绍呢 就先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给大家再稍微的讲一下 这个课程里面出现的 比较重点的语法项目 就是将来进行时 我们呢 在跟一些以前学过的 一些语法项目 进行比较来看一下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屏幕上显示的 这个内容 那其实说到 将来进行时的话呢 大家可以想到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将来 一个是进行 那像将来时 我们有学到过 一般将来时 就是在wheel 还有shell的后面呢 加上这个动词原型 就可以 那将来进行时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将来时 上面加了一个进行时 那进行时 我们有学到过 现在进行时 对吧 那现在进行时呢 就是在臂动词 像smr 这个的后面呢 再加一个 这个动词的ing形式 比如说像 I am writing feathers now 我在写信 对吧 那把这个跟这个 shell跟wheel 连接在一起 就形成了将来进行时 就是shell will 再加上 臂动词 再加上动词的ing形式 就是这个屏幕里面的第二行了 future continuous 就指的是将来进行时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一般将来时 跟将来进行时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看一下第三组 第三段 这个屏幕上出现的 那一般将来时 比如说 I'll come to your house tomorrow 就是说 我明天呢 要去你家 那我明天去你家 其实这个 用一般将来时来表达的呢 是这个意图 或者说 允诺 就是说 我承诺你明天会去你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将来进行时 I'll be coming to your house tomorrow 的话呢 可能就是一个simple prediction 就是一个简单的预测 就是我可能明天会去你家 并不是一个 我明天意图要去你家呀 或者说 我就是答应你明天会去你家 所以从语气上来讲 感觉一般将来是更强烈一些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句的话呢 可能对于这两个区别 有深入的了解 我们看啊 I'll come to your house tomorrow 我明天会去你家 so we can discuss the matter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谈论这个事情 所以呢 他呢 专门去他的家 然后谈论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件事情之间 有非常强烈的联系 那我们再来看将来进行时的 这个例句啊 I'll be coming to your house tomorrow so we can discuss the matter 什么意思呢 我明天很可能会去你家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所以说 讨论这件事情 跟我明天可能会去你家呢 并没有这个直接的联系 明天他表达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明天去你家 我们顺带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所以呢 大家可以理解到 一般将来时跟将来进行时 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般将来时还有将来进行时的否定句呢 也有一些这个隐含的意思也不一样 比如说 He won't come 这个一般将来时的这个否定句的话呢 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He refuses to come 就是说它拒绝来的意思 He refuses to come 那语气非常的强烈了 那看第二句 He won't be coming 就是将来进行时的否定 He won't be coming呢 很可能是只是一个这个事实的陈述 A statement of fact 对吧 一个事实陈述 或许呢 他是生病了 He sees you or he's away 他可能不在 所以呢 He won't be coming 他明天不来 所以呢 这两句呢 隐身的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那慢慢的呢 大家用这个一般将来时将来进行时 或者碰到这样的句子 慢慢体会呢 就会掌握这个了 好 不用太过担心 那么这个关键句型 或者说这个 这个语法的部分的解说呢 就先到这里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课文的时候呢 碰到了一个像这个 Tomorrow evening they will be singing at the workers club 看一下 Workers club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个名词所有格 对吧 那么我们呢 来介绍一下名词所有格的一些用法 那这个名词所有格呢 简单来说就是指的这个 两个名词之间的所属关系了 那像看一下这个标题里面的 apostrophe 希望大家记下的apostrophe 指的就是这个 皮尔 那个皮尔S 前面那个皮尔 那apostrophe rules 就是说皮尔的这个 一些规则 for possessives possessive呢 就是指的所有 所有所属关系这样的意思 那apostrophe rules for possessives 我们来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不以s结尾的一些名词的后面的话呢 我们直接加prs就可以了 比如说 whose is this handbag 这个手提包是谁的 it's that woman's 对吧 n结尾的 就是这个女士的 it's that woman's bag 对吧 那whose is this hammer 这个锤子是谁的 it's Tom's 对吧 and whose are these toys 这个玩具是谁的 they are the children's 那children虽然是一个附属形式 但是他呢 不以这个s结尾 所以我们在后面 加prs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些规则的附属名词 基本上呢 都是加s或es 对吧 规则的附属名词 那么以s结尾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就 只加prs就可以了 不用加那个s 我们来看啊 whose are these uniforms they are the soldiers 就是说这些制服是谁的 这些呢 是这些士兵的 对吧 那soldiers呢 yes 结尾这些加prs就可以了 when will you leave I'll leave in six hours time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离开呢 我会在六小时后离开 I'll leave in six hours time 也是yes 结尾的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加prs 那how much damage was there 就是说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there was a hundred pounds worth of damage 就是说带来了一百磅的这个 什么呢 损失的意思 那在这里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表达损失 用到的一些表达方式记下 a hundred pounds worth worth是价值of damage 就可以了 那这个表达方式 希望大家记下来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s结尾的一些人名 这个呢 就是一些特殊情况了 那么我们刚才学习到的是 这个规则的附属名词的 后面的话呢 加这个yes结尾的话 直接加pr就可以了 那不以s结尾的名词 直接加prs 那么以人名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以s结尾的人名的后面呢 我们加prs 或者直接加pr 两个情况都是ok的 比如说 who's is this car 这个车是谁的 这是James的 我们可以说 it is James 直接加pr 或it is James car 加prs都可以 那这个呢 是一个特殊情况 希望大家记下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 所有歌的这个rules呢 就这些 好的 那么我们再回到课文 来读一下课文 the police will have a difficult time they will be trying to keep order it is always the same on these occasions 那这个课文呢 就先到这里 那大家呢 一定要多去这个阅读啊 非常的重要 多读几次课文 然后呢 而且要多听几遍 这样的话呢 有助于你去矫正你的发音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这个课后的题 那comprehension 阅读理解了 the pop singers will attract 会吸引来什么呢 什么样的人 对吧 我们在课文里面 其实有看到 他说的是这个 they will be coming by train and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in the town will be meeting them at the station 所以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年轻人 所以主要吸引什么人呢 年轻人 我们可以选择be mainly 主要呢 the young people mainly是主要是什么什么的意思 so mainly the young people 我们选择递选项就可以了 那这个第二道题 the police will be there 那么警察在那里 主要干嘛呢 是这个keep order 就是说维持秩序 对吧 那么keep order的话呢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 这个麻烦的产生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prevent trouble 选择递递选项 the police will be there to prevent trouble 那再看第三题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will be there 对吧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就是大部分的这些年轻人 都会在那里 那most of就相当于 居乎所有 对吧 我们可以选择be选项 nearly all the young people will be there 那第四题 for five days 答案是要待五天 是吧 所以呢 they will be staying there for five days 他们会在那里 待五天呢 待多久呢 我们用疑问句 how long 再加上主动词提前一下 will提前 how long will they be staying 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哪个呢 选择c how long will they be staying for five days 再看第五题 during this time they will give five performances 那么在这里问的 其实就是跟 during this time 一样的意思 就是在这期间 我们选择in this time 就可以了 比如说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说 in this time of year 所以大家把它记下来 in this time 就相当于 during this time 选择a选项 那么再来看第六题 其实第六题 基本上就是在问这个词组 跟平常一样 应该怎么表达 就是用这个as usual 就可以了 我们选择b the please will have a difficult time as usual 然后再看第七题 the please 其实这里呢 就是在问这个please 后面应该用什么样的位 那please呢 是一个集体名词 而且也是一个附属名词 那一般情况下呢 在please的前面 要用一个 这个定罐词 the please 表达这个警方啊 或者很多警察的意思 所以后面一般用 这个附属形式啊 用附属形式 the please are expecting the singers to arrive soon 好 那么这一块 稍微注意一下 please的这个特点啊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第八题 they are pop singers 那pop singers呢 就是这个流行歌手 对吧 那流行歌手 流行起来就是因为 大家喜欢他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选择 so everyone likes them 大家都喜欢他 那在这里 希望大家记一下 A选项里面的 这个folk singer 那folk singer 指的是这个民俗歌手的意思 那folk song呀 或者folk music 指的是这个民俗音乐呀 或者说 这个民俗歌曲 folk songs 还有folk music 这一类的用法 那像这个public singer 这种搭配 其实蛮少见的 像public 虽然有公共的意思 但公共歌手是什么呢 不知道 这种搭配非常少见啊 那everyone likes them 大家喜欢 他们对吧 像c是正确的啊 那d的话呢 就不用选了 好的 那来看第九题 at present they are visiting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那么现在呢 他们去这个 全国各地的意思呢 they are doing this 他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at present 就是这个a选项 now 现在 那b的for a short time呢 就指的是很短暂的 很短时间的 叫for a short time 还有in future 是未来 那all the time 一直以来 这样的意思 好 那来看一下第十题 they are visiting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so they will go 对吧 所以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指的是这个 全国各地 所以他们要去 城市 乡镇 村 什么地方都去 to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选择a选项就可以了 十一题 the greenwood boys will give five performances 对吧 会这个 有五场的 这个演奏会的意思 那么演奏会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a选项 recital就可以了 那recitals 加上s对吧 指的是音乐演奏会 那这个execution的话呢 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execution 本身指的是执行的意思 那么也表达 有演奏的意思 但是呢 表达演奏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是这个 不可数名词 所以我们加s是错误的 那只表达这个音乐的演奏 这个过程 用execution 但不能加s 那么再看这个cplay的话呢 指的是话剧 或戏剧的意思 那song的话就是歌曲 所以我们选择演奏会的话呢 recitals 选择a选项 那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道题 it's always the same on these occasions 就是说it's always the same 就是说情况总是这样 然后呢 on these occasions 就是说每逢这种场合的意思 那么在这种场合的时候 我们表达这个时候的时候呢 用at times like this at times like this 所以选择地选项 那像situation的话呢 也有表示情况的意思 那一般情况下 前面要加这个in 这个阶词 in situations 或in a bad situation 这样的用法 那像condition的话呢 是条件一般加这个under under these conditions 在这样的条件下 那place呢就是地方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at times like this 像这样的时候 呃这种表达方式 好的 那么第十三课的内容 就先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今天的 today's book out的环节 那今天的这一课文呢 是跟pop music有关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些 在谈到音乐 或者歌曲的时候 用到的一些有趣的词 那有的时候呢 有些歌特别的 朗朗上口 比较容易让人记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称这个歌曲 是catchy catchy it's a catchy song 那catchy呢 就是catches your attention it catches your attention 就是抓住你的注意力 and something about it makes you notice it 就是你莫名的会注意到它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歌呢 称之为catchy it's a catchy song 大家要把这个词 记下来是关键词catchy 但是有的时候哈 but sometimes a song just cross into your head and you can't get it out and it just get stuck in your head get stuck in your head 那有的时候呢 有些歌就是 莫名的排在你脑子里面 然后怎么都哄不走 it just get stuck in your head 那这个get stuck in your head 就是堵在你脑子里面 就出不来 就是定在那里的意思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I really hate it when commercial jingles get stuck in my head I really hate it when commercial jingles get stuck in my head 就是说这个广告里面那个小音乐呢 叫做 jingle 就是一个 jingle bell 那个 jingle 那卡在那里就不动了 就有的时候 你就不想 不想在脑子里面唱那首歌 那有的时候 那个歌就在你脑子里面在哄哄 所以有的时候就特别烦眼 其实呢 有专门有一个名词 可以这个描述在你脑子里面卡住的那些曲子或者的歌 And actually there's a name for the song or the tune that keeps repeating in your head and that's called earworm earworm 耳朵虫 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有耳朵虫 很烦然 And sometimes earworms can be quite unpleasant and disturbing And sometimes earworms can be quite unpleasant and disturbing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小段 这个关于 earworm的这个小的听力 Hello Neil Neil What's that tune you're humming there Ah was I humming I just woke up this morning with it in my head It's that song you know No idea No idea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re Neil but it's very annoying so could you just stop it please That's my problem I can't stop humming it out loud It just keeps repeating in my head Do you know there's a name for that Rob When a song keeps repeating in your head There's a name No I don't know what it is I'm sure you're going to tell me though You're right It's an earworm Oh an earworm That sounds nasty Is there a cure for that No I don't think so 那希望大家能反复地听这个听力 直到你听懂未知就可以了 好的那希望大家呢 就是可以记住今天的这些关键词 叫做Catchy It's a catchy song Get stuck in my head Get stuck in my head 就是读在那里的意思 比如说I really hated when commercial jingles or advertising jingles Get stuck in my head 还有一个呢就是earworm earworm 就是sometimes earworms can be quite unpleasant and disturbing sometimes earworms can be quite unpleasant and disturbing 好的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在下期的时候再见 Bye bye Goodbye Goodbye 感谢观看